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吴宁常 来自澳门 是一个版画艺术家 现在是清华美术学院博士一年级的学生 这边是我们做铜板的一个工作室 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大型的设备 这两台就是比较大的一个版画的印刷机 透过颜料在画面上面对叠的一个方式 它能形成一个厚度 然后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 上面就会有一些颜料的色块 它是凸出来的 然后那个立体感非常明显 然后这是我现在进行当中的 一个舞体系列里面的其中一张作品 大概做了有快一个半月了 我们在铜板上 如果说要跟纸上面一样 画一个很流畅的线条 其实还是蛮难的 时刻的话那需要很大的力气 板画其实就是透过板 然后利用印刷的方式把它落到纸上面 所以这是一个关于工艺的一个艺术 也是因为板画有复制的特性 所以我们就是对板画其实是有一个签署 我限定这张画只有十张 不能说你无限量地去印刷 这也是我们板画这个行业的一个规矩 我的作品里面一般最多的就是线条 一些点 然后还有一个面 其实这是我们绘画当中最基础的一个元素 这对我来说也是最简单的语言 这种简单的表达方式 其实它是更直接的 我们的故事是我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作品 它的尺寸是100厘米乘以60厘米 是一张特别大的铜板画 内容讲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用了一个线条还有几个球去表达 这个作品之前入选了观兰宝华双联展 然后在14年的时候和另外一个作品 那时候一起被中央美术学院所收藏 我是2011年在澳门理工学院毕业 当年就是直接就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 我来央美读硕士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个巧合 当时就是内地过来澳门那边推广 艺术类的大学 刚好我那年就是大四 就觉得很新鲜 然后我是第一个我就报名了 结果就真考上了 就是我家人 他们对我来内地的看法还是挺支持的 因为他们觉得我应该到更远的地方 更开阔的环境去学习 2011年刚来到北京的时候 我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开始学习和生活 感觉一切都是从头开始的 有一张作品是表现那个时候的心境 叫做《我在这儿》 画面内容就只有一个圆 好像是跟外部的环境有点格格不入 后来我认识了一些港澳台的朋友 在跟他们学习交流之后 我也慢慢的习惯了北京这边的生活方式 最大的感触就是说 这边的展览特别多 你会发现能看到的 学到的都跟你在澳门的有所区别 这是我放画的地方 在这里其实就是我平常画完的画 都会把它放在这里 这个是从我2011年来北京的时候 开始的创作 大大小小的应该也有过快一百夫了 我的作品除了私人收藏以外 澳门一个在艺术上的新的一面 通过这次的交流活动 让我也意识到 就是我也能去影响 或者说去培养更多的 艺术相关的人才 去带动澳门的版画发展 所以在2018年 我又回到澳门理工学院 当了一名讲师 所谓教学商长 当一个讲师 你该学的地方 还是要很多的 所以我就在2020年的时候 考到了清华美术学院 清华大学 它学科的分类就会非常多 上博的那个期间 我就在考量 就是我们艺术 是不是真的只是做艺术就够呢 是不是我们也可以 跟现在的科技去合作呢 然后就得出了 就是我现在这个AR的一个作品 这个作品用到 四碗印刷的一个技术 它是一个立体的 扫出来就是澳门的健康码 就是这两种方式去结合 也是我现在想要 是研究的一个方向 美术在澳门来说 并不是一个 就是很广泛的一个行业 所以就自然没有这么大的 这么起传的一个材料的一个中心 我在北京 包含续续也快有十年了 其实我能感觉到 北京的艺术市场也越来越成熟 市场给艺术家的编利 这块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所以渐渐就会吸引 更多喜欢艺术的学生 来到这个地方学习 做了那么多年把握 我觉得这就是对于 个人的自我修养 就像是你种一棵树一样 你会去专注于这个事情 你会去肩负这个事情 你会去培育这个事情 明镜需要启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